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秋时节的金山岭温度适宜 长城宛若一条巨龙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 金山岭长城全长十点五公里 这里视野开阔保存完好 虽历经数百年沧桑依然挺立 雄伟壮观的长城 如一张气势辉煌的画卷 凸显中华儿女的奋斗精神 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北运河沿岸风貌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水运通道之一 大运河是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连接 承载着多元融合的文化底蕴 在运河生态恢复治理下 如今北运河生态水质持续向好 全年平均水质达到地表四类水标准 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百余种鸟内纷纷到此 与此同时 北运河全县旅游通航后 为运河水岸经济注入新活力 促进运河沿岸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您现在看到的是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崇明岛 素有东海宁州长江门户之称 岛的最东端是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随着东滩湿地修复工程的推进 保护区每年记录到的候鸟种类也在增长 目前保护区进入到的鸟类已达三百多种 不少以往罕见的鸟类也纷纷到重鸣安家落户 或者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一处驿站 跟随尽头 我们走进辽宁东部山区 每年国境假期 都是欣赏红叶的最佳时节 游客置身其中仿佛游走画间 今年辽宁多地同期气温明显高于往年 这也延缓了枫叶变红的脚步 截至目前一些赏风热能打卡地 达到正红的枫叶占到总数的五成 这也意味着今年游客的赏风期会更长 预计可以持续到十一月初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贵州黄果树瀑布 奔流的白河水从高空陡然落下 撞击在犀牛潭中发出阵阵轰鸣 国庆假期 景区客流量达到高峰 为引导游客错峰出行 从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 景区奔六个时段 进行网上提前预约入园 近年来 黄果树景区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 和旅游基础设施 现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满目苍翠 绿色发展 也让黄果树瀑布成为 能全方位观赏的生态圣景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频道 中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多彩假日 活力中国 今天是假期的第六天 在景区 在路上 在田野 在城市 在乡村 大家正在经历一个 多姿多彩的假期 这个假期人们走到 五星红旗旁和国旗合影 无处不在的中国红 成的最鲜明 最亮眼的颜色 这个假期希望的田野进入到了金色的丰收季 我们看到了沉甸甸的希望 看到了无边无际的金秋黄 这个假期还有不少人走出家门 砍江河奔流 砍绿水青山 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这个假期我们继续见证着国家的成长 我们从中国空间站俯瞰大地的美好 在蔚蓝的大海上 见证着涌动的创新力量 而当假期遇上亚运会 一万两千多名运动员 在黄土地上创造传奇 我们为他们的拼搏加油喝彩 当假期还要坚守岗位 那是在写下属于你我 属于未来的浓墨重彩 那这一时段我们带您一起来 领略中国红 金秋黄 多彩假日的获利中国 那今天是中秋国境假期的第六天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假期出行的情况 今天假日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交通部门科学调配运力 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假期前五天 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保持在 1600万人次以上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701万人次 国铁上海 广州 北京局客流发送量 名列前三位 其中覆盖长三角地区的 国铁上海局 昨天发送旅客达到 355.6万人次 占全国22.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730万人次 与昨天相比呈增长态势 中短途旅客增幅明显 加开列车1260列 以旅游热点城市为中道站的列车 占比较大 假期已经到了中期 今天的客流相对比较平稳 以旅游探亲短途客流为主 继续加开去往青岛 北京杭州方向的临时客车20列 公路方面 昨天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 共6230.29万辆 环比前一日增长3.04%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网 仍保持高位运行 京藏高速北京段 神海高速江苏延城段 极广高速广东段 滬荣高速江苏段等路段 车流量大 民航方面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221万人次 环比增长6.43% 全国水陆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140万人次 比2022年同期 增长135.1% 民航方面 目前在陕西南部 重庆北部 湖北北部 河南大部分地区 有混合性降水云团活动 午后缓慢减弱 预计在20点前 京广航路 河南至湖北段云中 有弱队流 以鸡兵天气 将会造成航班的少量绕飞 冷空气影响 华北地区 北京首都大兴机场 将在中午至下午时段 出现大风天气 航班起飞或者着陆阶段 可能出现明显的颠簸 此外 第14号台风 小犬外围气流 将开始影响 台湾及福建地区 福州常乐机场 中午以后 将会出现大风天气 欲有航班延误 还请旅客朋友们 耐心等待 假期第六天 在河北秦皇岛 山海关 古城和老龙头景区 客流不减 预计今天的游客量 将超过六万人次 那么具体的情况 我们马上连线 正在山海关的 总台记者 王帅男 帅男您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 此时此刻 山海关古城 和老龙头景区的情况 主持人 我现在就是在国家 五位级景区 秦皇岛山海关景区的 老龙头 我身后就是 长城的入海处 可以看到 它深入大海 二十多米 犹如一个龙手 探入大海之中 因而得名的老龙头 老龙头是游客 来秦皇岛 必打卡地之一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无论是入海石城上 还是沙滩上的 到处都是这些游客 人头攒斗 在这里游客向前 可以欣赏海天一色 向后可以看到 老龙头的雄旗显秀 那么现在是下午的 三点多钟 根据这个景区门口的 流量数据监控显示 现在入园的人数 已经有了2.5万多人次 那么今天预计的 接待游客总人数 会超过3万人次 面对如此大的 密集的客流 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在重要的点位 都布置了工作人员 还有志愿者 在高峰时段 疏导游客有序通行 还会试游客量 采取一定的分段放行的措施 那不仅是今天的游客多 那我们从清王岛文旅部门 了解到 从9月29日到10月3日 这个老龙头景区 接待游客是14余万人次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游客量 给景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为了应对这个挑战 景区采取了很多测试 包括对停车场 进行了一个临时停车场的一个增设 而且安排了很多的这种交警 在这增加警力 指挥车辆的有序的去停放 那不仅是老龙头的游客多 在临近的山海关 古城景区内 也是人流如之 那来到这儿的游客 首先到的是天下第一关的建楼 在建楼上 可以远眺雄伟巍峨的万里长城 在建楼下不远处 还有这个飞仪展演 包括杂技表演 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驻足观看 那么古城也是深入挖掘 这个文旅的资源 打造新的这个液态 和的新的消费场景 设立了文创美食街区 然后推出了特色的文旅活动 来吸引大量的游客 给游客带来了更多的旅游体验 那我们了解到 从9月29日到10月3日 这个山海关古城景区 接待游客是16万余人次 那客源占比上来看 京津季的游客占到了45% 东三省及内蒙古的游客 占到了37% 大量的游客到来 也给古城的住宿和餐饮 带来了火爆 拿住宿来说 古城内的宾馆 包括民宿入住率 超过了90%以上 主持人 我现场了解的情况 就是这样 好的 帅男 我们看到在山海关市 既能欣赏古代文明 又能感受大好河山 还能观看各种各样的 这个飞仪表演 对 现在很多的古城 古镇 这种新业态 新的消费场景 也是越来越多了 下面我们再去上海看一看 上海苏州河 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冰水景观 是密集城市中的城市开放空间 这个假期 这也迎来了大量的游客 观光游览 我现在是在上海苏州河畔的 乍浦路桥上面 那这里呢 也是苏州河 汇入黄浦江的第二座桥 那站在桥上呢 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上海大厦 以及右边露出一点的外滩建筑群 和不远处的外白渡桥和远处的陆家嘴天气线 一起勾出了上海立体都市的风景 这几天啊 很多外地游客 包括上海人呢 也都会选择在这座桥上拍照 留下他们和这座城市的美好记忆 除了拍照留念以外 这段苏州河畔有许多历史遗存 上海大厦 上海华船俱乐部等等 近年来上海对该区段的沿岸公共空间和建筑物 进行一体化设计 沿河两岸开了很多个有特色的咖啡店 让人们可以走走停停 边欣赏风景 边品味美食 整个苏州河岸线的贯通 可以看到上海在设计中推开围墙 让公共空间得以整合 并向市民开放共享 让原本单一的市政金属设施 在支撑城市服务的同时 探索了更多功能的可能 也真正让冰水空间为民所想 为民所用 除了步行在河畔 您也可以坐上游船在河上观光 目前苏州河畔有五个码头 为满足游客需求 最近在原来12条游船线路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五条线路 我们来看就是这种游船 这是开放式的上海映像系列小型游船 它复刻了上海排轿车的造型 搭配开放式的敞篷设计 双年期间 苏州河游船还推出了音乐航班 游客们在船上可以边欣赏 现场艺术家的音乐演奏 边体验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历史文脉活力街区 形成水路联洞 下船就可以品味美食 欣赏艺术 打造一体化的沉浸式游览体验 这几天浙江湖州南巡古镇景区 也是游人如知 当地摆起了百米长街宴 游客们品佳肴 看表演 上美景 感受着江南古镇的独特魅力 在湖州南巡 逢宁过节时 街坊们常在坊间广开宴席 邀请邻里好友同享美食 如今这项民俗已经成为了游客们喜爱的旅游项目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在京航大运河迪堂固道旁的迪堂风情街上 60张桌子一字排开 长达百米 游客可以在欣赏水乡风情的同时 观看古增 舞蹈等演出 品尝绣花锦 太湖大虾 定胜膏等当地的特色美食 我们是从苏州来到这里的 大家一起聚一下 然后在一个蛮热闹的一个气氛里面 和这些美食 还有古风的表演 我很喜欢 从今年1月起 南巡古镇就免费开放景区 中秋国庆假期 这座古镇迎来了 今年景区免完票后的 第一千万名游客 首次实现年内游客 破千万人资 假期里啊 不管您走到哪儿 处处都洋溢着 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鲜艳的五星红旗 飘扬在大街小巷 大家用简单质朴的方式 表达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在湖北三峡大坝旅游区 四百多面国旗迎风飘扬 鲜艳的五星红旗 与雄伟的三峡大坝 交相辉映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游客们登上三峡大坝 与国旗合影 用这样一份仪式感 表达对祖国的 契诚之心 与无限热爱 借着这个十一 孩子也放假 我们想带他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祖国的这个建设 这么宏伟 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 让他们也从小能够知道 这些伟大的建筑 都是怎么来的 大国中企 包括我们这些景观 很雄伟 我们也有一个民族的自豪感 在湖北实验 大家乘着免费乡村游公交 走进乡村 亲近自然 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国庆期间 实验室张湾区 开通了两条 免费乡村游公交线路 沿途设置十个景区 停靠站点 最大线路 方便市民进郊游 大家在车上合唱歌唱祖国 向祖国深情告白 在黑龙江哈尔滨 鲜艳的国旗 整齐悬挂在中央大街两侧 放眼望去一片中国红 为假期增添了浓浓的氛围 看到这么多面五金红旗 心里感到非常的骄傲 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也感到很自豪 我们的国家建设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我们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云南丽江古城 大街小巷里 青砖带瓦间 悬化起了一面面崭新的国旗 三千四万面鲜艳的国旗 迎风飘扬 一道道耀眼的中国红 成为街头最美的色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心 兰栋心 温栋心 除了底小巷 唯一 一次 对 第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神州16号航天员城府 从中国空间站闲窗拍摄到 祖国三级阶梯的极致之美 从高耸威俄的高原山脉 到茫茫仓皇的黄土地 再到原野辽阔的华北平原 从航天员的视角看到的祖国大地震慑人心 接下来我们再换个视角看中国 在九月份的时候 摄影大师吉林一号卫星家族又整活了 他给东北田也拍摄了一组 丰收钱的定装照 一起来领略一下吉林大地的稻田景色 顺便体验一下肢欲强迫症的感觉 在辽园市东风县的恒道村 有水稻面积三百多亩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稻浪滚滚 丰收在旺 在四平市黎树县百万亩试验田 高标准农田建行镇黎树模式 而在吉林松原市前郭贯区国营洪光农场 田地间汇出的天安门广场等风光 展示了大家对祖国的热爱 也表达了农民对丰收的喜悦 在白城达安海陀乡护筑村 白色的严检滩 变出了黑色的庄稼土 种出绿色的丰产田 那么距离卫星拍摄定装照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目前吉林的田也又是呈现出了 另外一番景象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现在来看 在吉林长春的农安县 近二十万亩水稻进入成熟期 一粗粗饱满的稻碎 随风起伏 收割机在忙碌穿梭着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那收割之后呢 便是晾晒场上 稻谷被一遍遍的翻转晾 向金色的水面泛起一串串的涟漪 诗经冰封七月说 六月十玉即雨 七月烹馗即疏 八月包藻 十月祸盗 时间就像一个魔术师 把田野的碧绿变成金黄 把每一个季节的美 临次至比地给呈现出来 古诗说的真美 我们再来把视线往南看 这里是安徽安庆岳西县的温泉镇 山间的水道逐渐成熟 从高处俯瞰 层层金黄的盗浪和连绵的山卵 错落的民居 交相辉映 形成了一幅 稻海染金 田园如画的秋日美景图 那咱们看完了水道的金黄 再来欣赏一下 新疆棉花的雪山白 作为棉花主产区 新疆棉花陆续进入了采收季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 新疆昌吉玛纳丝县的棉田 采棉机在田里穿行 所到之处棉花从棉杆上脱离 气流将棉花推送到储存棉箱 采净率高达95%以上 这样的一台采棉机 每天可以采收700余亩的棉花 看过了金黄雪白 我们再来看一种亮眼的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疆沙湾市 安吉海镇的辣椒种植地 眼下正是辣椒采收旺期 一串串色彩鲜艳的辣椒 是挂满了枝头 采收机在田间穿梭作叶 在戈壁晒场上 采收后的辣椒正在享受日光玉 大地如同铺上了红色的地毯 一片连着一片 非常的壮观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全国秋凉收获过三成 分地区来看 西南地区收获过六成 黄淮海地区近六成 长江中下游地区过五成 西北地区过三成 东北地区收获过一成 分作物来看 中稻收获过四成 玉米收获过三成 大豆收获过两成 五彩的田间 我们期待着丰收 过节放假 外出旅行 不少人会选择到郊外的乡村去看一看 比如在福建省厦门市 同安区的军营村 在这个假期就迎来了不少的游客 大家来到这儿 喝茶 拍照 住民宿 看星空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军营村 曾经是厦门最穷的村 因为它地处深山 土地贫瘠 加上水土流失 三十多年前 人均年收入才二百多块钱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通过植树造林换回绿水青山 过去的高山 现在变成了靠山 就连星空都能赚钱 全年军营村的人均收入 达到了四万两千多元 那今天的美丽乡村 我的家就带您走进福建省 厦门市同安区的军营村 这段闽南地区传统的包割调 用茶香特有的语言 赞美了军营村 好山好水好茶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 昔日人际寒至的高山村 成了旅游新热点 也成了游客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军营村是厦门市观看星空最好的位置 村民高德良 凭借自己星空发烧友的优势 开了这个592星空体验民宿营地 游客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望星空 哇 好多星星好激动哦 凡是入住在这个民宿 就会获得全程陪看星空 陪通拍照的机会 这样的服务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看到满天的星空真的让我挺震撼的 然后关心体验特别好 小孩子也特别喜欢 我们是贩卖高山上的星空跟风景 看到家乡的一个建设越来越好 也想回到村里面 做我们乡村振兴的合格新村民 然后为整个乡村的建设 道路上添砖加瓦 曾经的军营村因为贫困和自然环境恶劣 年轻人不得不下山谋生 如今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返回家乡 乡村振兴的项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这个假期每天有上万名游客来到这里 冲的就是这里的绿水青山 学环境设计的高美龄 把家乡的民宿改造作为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 闽南的房子比较传统的 它都是留一个很小的窗户 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保证客房的采光 像我们这边开了整面的落地窗 又留了一个阳台 那我们这个后山像有竹林 有果园 柿子树 然后有茶园 可以让客人更贴近自然 返乡青年赖里军用家乡土的吊渣的食材 开发乡土菜 让城里的游客体会了一把舌尖上的味道 这个是我们海拔700多米才生长得起来的那个特色高山野葱 这个是什么汤 这边是我们的高山胡尾伦老牙汤 胡尾伦是什么 对 是一个中草药 对对对 它就是煮起来特别有味道 对 有一种清香味 这几道菜的话都深受我们游客的喜爱 上来的话都是会必点的 也是因为我们郡营村生态好 环境好 才能产出这么优质的生态产品 奉献给我们外来游客 军营村地处深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发展茶产业的过程中 种植 加工都需要砍树 烧木柴 一度山上的森林被砍伐殆尽 生态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以前的树木是种了不够砍 后来是变成什么 变成了砍完了 连那个树的那些树头都挖起来当难料 军营人终于明白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村庄的命根子 从小生活在村里的高树族 自从建了茶厂就开始在山上种树 军营人知道只有山绿了 茶树才能长得好 而要想卖出好价钱 还要让茶园种植更加绿色 留下一个杂它会保持水土 我看这有十公分 有 它这样保持一种原生态 又不让它长高影响茶叶生长 让它能够保持四度 那你这样岂不是要经常出草 不停的 根本很高 差不多上百倍 如今 军营村的茶园面积 已从500亩扩展到了6000多亩 茶产量增长了十几倍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军营村流住了绿水青山 也换来了金山银山 在军营村采访 这里已经是生态美 百姓富的新农村景象 军营人用37年时间 描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在这幅图画里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而高山便靠山背后的故事 也再次印证了那句治理名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护苏湖高铁 它是起自上海洪桥站 途经苏州吾江 终点至浙江湖州 自2020年6月 3D同步开工以来 各项工作室稳步推进 这个假期连接江浙湖3D的 护苏湖高铁 又迎来了关键节点 那么现在那儿的建设情况怎么样 马上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梁志伟 志伟你好 虽然现在是身处假期 但是施工现场 是不是依旧热火朝天呢 让我们介绍一下 工程的最新进展吧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 就是护苏湖铁路的 松江枢纽的建设现场了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目前这里的施工人员 正在对枢纽的成轨层进行施工 因为工作面有所不同 所以现在有的区域已经开始了 混凝土的浇筑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 整个的作业时间 大概需要10天才能完成 而两侧的区域还在进行 钢筋的绑扎 成轨层其实就是动车进展后 停靠上下旅客的地方 这层的施工结束后 才能进入站台以上的结构的施工 由于成轨层的施工属于基础部分 它的面积很大 工期又很紧张 要在6个月内完成9万多平方的施工 再加上多个专业交叉施工 还涉及到既有的地铁和护航高铁的施工 因此这里的工作人员放弃了休假 一直在不断地施工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松江枢纽是多个工种同时进行施工 除了刚刚看到的成轨层 目前松江枢纽的配套工程 也就是服务中心已经开始了主体结构的施工了 服务中心的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工地上有20多个塔吊 挖机和泵车等大型的工程设备正在作业 工人们告诉我 目前整个的打装是已经完成了有9成多 也就是大概有3000多个装位 那么计划是在10月10号左右 是完成中部站房的桥梁的施工了 可以通过我旁边的这个效果图来看一下 这就是蔚来建成以后的松江枢纽的样子 它的外形像一个无线环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寓意 就是云间印玉环花开无线环 因为上海的四花是玉兰花 可以说整个的忽苏五铁路是全长163公里 途经上海苏州和湖州两省一市 全线是有8个站点 那么除了既有的上海的虹桥和湖州站以外 其他六个高铁站都是要再建的新的车站了 可以说整个的工程的施工难度也是非常大 可以看到南边是已经建成的既有线护航高铁 包括已经有的市域的铁路地铁9号线 可以说整个的松江枢纽还是建成难度非常大的 那么建成以后这里将建成9台23线 什么叫9台23线 就是有9个站台和23个轨道 那么预计年的输送旅客是会达到2000万人次 我们也从铁路方面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就是目前的护筑铁路 已经全线的路基完成了超过97% 桥梁的工程完成了超过77% 轨道工程完成了近20% 各工程点位还在全面的加速推进 预计在2024年将全面的灌程开通 那么随着这个护筑铁路的开通以后 将会有效的缓解护宁和护航铁路的运输的压力 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的发展和长城脚一体化 高阶的发展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志伟带给我们的介绍 现在不少人都搭乘高铁书行 能够感受到高铁的方便快捷 而且我发现高铁站越来越有文化特色 比如刚刚志伟介绍到的这个新车站 云间映玉兰花开无线环的这种设计理念 真的是非常棒 没错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施工人员在假日期间不间断的坚守 才保证了咱们中国高铁的中国速度 对 中秋国庆长假期间 不少人踏上旅程开启假期模式 但是仍有不少人职守在火热的工作一线 湖南长沙的越路山实验室首开片区 是湖南省的重点建设项目 来自中建五区 三公司的青年工匠罗杰和近百名建设者们一起坚守岗位 聚保项目能在今年年底建成完工 铲灰 放样 揉压 罗杰的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罗杰属于典型的七二代 他的父亲是湖南少阳的一名老气将 虽然只有二十四岁 但罗杰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赛场老将 摘得了三个国家级奖牌 在今年九月份结束的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 罗杰凭借精湛的技法 一举夺得气柱项目金牌 在备赛集训时 他曾经连续七十五天 每天实操训练六个小时以上 两公斤重的砖 砌了近五千块 因为我们湖南人的花 就是吃得苦 拌得满 他也让过很近 对自己的作品这个要求 也是精一条精 比如弧线的气柱 曾经是罗杰的弱项 为了弃好弧线 他专门找来一张圆形奖牌图纸 进行训练 图纸上的圆环 由二十四块切割好的小砖构成 他一点点打磨铺灰的手法 反复练习 将每一块砖的 每一个圆弧的砖的灰缝 控制在一定误差范围内 几十块切割好的小砖 才能构成一个闭合的圆环 把一块块普通的砖 就是通过方样切割 然后煮气 就可以把一面完整的一个图案 就是雕刻在一面墙上面 砌完这种墙的话 就是感觉很有成就感 就看上去 就像在墙上面绣花一样 从那时觉得砌墙也是一门艺术 现在罗杰主要负责项目工程质量管控 他发挥自己的专长 现场指导工友们改进 优化墙体气柱工艺 并分享自己琢磨出的小妙招 这个砖的灰缝尽量保持均匀一点 然后当我们再去上一层的时候 就把这段头两块砖砌好之后 也需要拿这个短的一个水平尺去测一下 砌完之后再拿这个水平尺扣一下 就尽量把它控制在这个砖和这个扣尺中间 就是说不要有缝隙 像我们平时建房子 都是一砖一瓦 一块一块雷起来的 雷一块砖石 都是不能马虎的 都是需要一个精益求精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通过技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也让我的人生大放光彩 在建筑一线 我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气助专长 我能更好地出一份力 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国庆期间 罗杰和工友们一直奋战在工地 他们参与的月露山实验室 首开片区项目 目前七栋大楼已完成外墙粉刷 时代赋予了我用技能报国的机遇 我将紧紧握住每一次机会 带着自己的专业知识 在实践中寻找落点坐标 在青春赛道上苦干实干 实现人生的价值 做不躺平青年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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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日出生 祈道大光 不复好时光 不备当自强 伴着太阳一同升起 那抹线红早饮在心底 伴着歌声写起蓝天 默默地陪伴在我们身边 五星红旗 为你的颜色 红红的涌动 骄傲的炙热 五星红旗 为你的光芒 太阳下闪着光 永远迎着风飞扬 五星红旗 外地的姿态 高高的气感 自豪的血脉 五星红旗 外地的光芒 太阳下闪着光 永远迎着光 飞扬 杭州亚运会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几天的比赛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短片当中盘点的闪耀全场的中国红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独特的色彩美学 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杭州亚运会的色彩系统名为淡妆浓模 灵感来自于苏式的名剧 玉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模总相宜 以红韵紫为主IP色 以映日红 水墨白 月桂黄 水光蓝 湖山绿为辅 淡妆浓模反映了杭州亚运会 对色彩的整体要求 其具有诗性 从命名到视觉都呈现出诗韵一般的优美 杭州亚运会设计形象的视觉形象设计 包括了惠惠吉祥物体育图标 核心图形 色彩系统 火炬和奖牌等等一系列 关键的亚运会视觉形象 其中惠惠朝永的主体图形 由扇面 钱塘江 钱江潮头 赛道 互联网符号 及象征亚奥理事会的太阳图形等六个元素组成 杭州亚运会的色彩美学还蕴含在城市夜景里 社记者介绍杭州亚运会的城市灯光 有宏观的城和微观的视景两个层面 那城的部分打光很收敛 视景部分则很明亮 由此形成视觉上的节奏 让城市的夜景有杰作的亮起来 目前 杭州亚运会多个比赛项目陆续收官 其中在宁波象山亚翻中心举行的帆船项目上 中国选手取得了六金两银的好成绩 以船为美 全世界的目光 也再次聚焦宁波这座美丽的滨海之城 自古以来 宁波人向海而生 一岗而兴 我们一起跟随亚运之番走进港通天下的宁波 这里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的赛场 宁波象山亚翻中心 在我旁边这片海域 各国运动员正在御翻弄潮 批波斩浪 今天我也带了一艘帆船 试图在这里找到它的原型 在这片海域 从古至今 宁波人向海而生 他们跟海洋之间的对话 从来没缺少过船 带着这艘船 我又来到了浙江渝瑶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这里存放了河姆渡文化当中 一个重要的遗存 一支木桨 有桨必有船 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懂得造船了吗 他们用船来做什么呢 穿越时空 我来找寻这艘船的远古印记 河姆渡遗址位于宁波渝瑶市河姆渡镇 距宁波市中心约三十公里 遗址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 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骨器 石器 木器等珍贵文物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里的这支木桨 丙布与桨页由整段木料加工而成 做工细致 这支桨证明宁波先民早在七千多年前 就以懂得枯木为舟 掩木为集 开始了水上航行 它的长度有151厘米 这支桨是在河姆渡文化里面 出土的是最大的一支木桨 当时河姆渡文化的那个船 已经是非常的大 我推出它尖头的木桨 就是它这个船滑出去 到那个湖泊里面去采集 棱角 嵌石的时候 船桨就插在那个湖泊的淤泥当中 相当于起到那个毛的一个作用 采杂起来就比较更加容易一些 河姆渡人已经熟练地 把多木株用在了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当中 甚至可以跨越江河湖海 让不同村落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那个时候到处是经济重生 在我们江南水乡这一块 交通的主要方式就是那个水路了 水路嘛就是需要用船 估计当时呢 也已经有专门的码头啦 之类的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这里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 我来这里找两艘沉船 一艘是南宋沉船 一艘是象山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 特别是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 它的出水 证明了宁波作为我国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也印证了当年贸易港口的繁华 这是一条这个南宋时期的古城船 这个2003年我们在市区 合一路结换小旁发现的 而构建潜事 它就是一艘近海跟奈何的一个接驳运输船 因为宁波长宋以来 它就是一个东亚的苏尼港 连通世界的这个国际港 需要外海的大卵船 跟耐港小船相互派套 协调作业的一个航运体系 2012年至2014年 考古人员在宁波市象山县 小白礁畔水下24米 完成了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 船载文物和船体考古发掘工作 共计出水船体构建236件 文物标本1064件 大量出水的景德镇青花瓷碗瓷盘 宁波本地产的石板材 以及日本越南的钱币 都成为宁波作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见证 这条船应该是从宁波港始发的 那它的航行方线 应该还是一路朝东朝南 根据清代的时候的航路航线 宁波朝东的是琉球列岛 所以那时候琉球跟中国的 这个山帽往来非常密切 当然草南的穿过台湾海峡 往往往南海去 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 重要的寒露海峡 从古时的商博往来 勿获风雁 到现在的桥调林立巨轮穿梭 宁波周山港 已经跟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多个港口建立了贸易往来 这里英卫船与世界接约 未来必定英卫船 跟世界之间的关联 越来越紧密 你看我们为大家盘点了 这个假期火热的中国红 温暖的金秋黄淡雅的亚韵子 多彩的假期还包括辽远的 北极白和海洋蓝 那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跟随 总台记者的镜头去探索北极 假期之前我国的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 在北极开展科考 目前科考船已经回国 但是关于这个北极白和海洋蓝的北极故事呢 是还在继续 总台央视记者王楠岸此前也是随船出发 全程记录了我国此次北冰洋科考进程 那进入极地之后呢科考船一路向北 前几天的特别节目里我们一起回溯了科考船 从进入极地圈后看到的透明的浮冰和白色的北极熊 雪龙二号在进入北纬84度之后 发现了适合较长时期冰上作业的浮冰 于是就在这里建立起了长期冰战 多项科考项目也首次在北冰洋展开 这里是中国第三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选定的长期冰战 大概呢是在北纬84度左右 虽然说是长期冰战但是实际上也只有四天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各个科考小组都在抓紧作业 水文气象物理等多项实验正在进行 种植的以我们固定的速度下落到冰院上 对冰院形成一个冲击作用 那这是我们首次采用这样一个高速的这样一个碰撞过程 能够更准确的模拟海冰和船和破冰船之间的相互碰撞过程 据了解破冰船要想具备良好的破冰能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海冰冲撞船体形成的作用力 也就是冰载荷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对船体结构与推进系统进行设计 在长期冰战考察队还首次应用合成孔径雷达 对北冰阳海冰进行了现场观测 我们将对这些数据进行精细的处理 形成我们北极海冰观测SAR的参数优化配置方案 为我们最终SAR的这个研制奠定基础 在这次北冰阳科考途中 让考察队员万万没想到的是 居然偶遇了老熟人吉星号破冰船 吉星号是德国的一艘破冰船 在北极科考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 这天上午10点多 驾驶士突然发现雷达图上出现了异动 说到德国吉星号破冰船 在北极科考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 2019年北极科学委员会启动了 北极气候多学科漂流冰站项目计划 其核心就是将吉星号破冰船 冻结在北冰阳中心区域随冰漂流 开展为期一年的观测研究 当时是在北纬84 85度的样子 在那找了一块浮冰 然后普拉斯坦就冻在里面 然后随着海冰漂流 最后吉星号在那边 9个月就漂出了发木海峡 在渺无人烟的北冰阳上 能遇到另一支考察队 其中还有曾经认识的老朋友 这让科考队员们倍感欣喜 科考队海冰环境署的林隆 还和吉星号上的老朋友通话 讨论了合作不放海冰浮标的方案 林隆当年就参与了 北极气候多学科漂流冰站项目计划 那时她搭乘的是这一科学计划的辅助船 费德诺夫院士号 不过她和吉星号的科学家们 保持了密切合作 这次巧遇的吉星号上 正好有她的老熟人马里奥 而且在雪龙二号出发前 由于两船调查区域不同 林隆所在的课题组 还专门寄了两套海冰浮标给她 请她帮忙在相关区域布放 您怎么办 非常好 很高兴 在海冰浮标 我们给您送两个箱子 科学家之间合作非常密切 她也是世界各国展示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舞台 近年来 我国全面参加漂流冰站项目 并开展多项科学作业 有力支持了项目完成 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和北极科学考察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祖国欢境日战事未下安 在大家喜迎双节享受假期 奔向诗和远方的同时 边防军人依然巡逻在边防一线 对他们而言 守护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就是对祖国最崇高的祝福 斯姆哈纳边防连 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 素有西锤第一哨之称 这里环境恶劣 空气稀薄 常年大风 一大早 八名巡逻官兵就出发 前往海拔3864米的 某重要山口实施巡逻 一路上 官兵们顶寒风 抗缺氧 过打板 历经六个小时抵达巡逻点位 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之间 官兵们年轻的身影 映衬着鲜红的国旗 成为雪域高原中 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是斯穆哈纳边防连 巡逻官兵 我们在69号建兵 祝伟大祖国 白鲁城市 边防有我们守护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敬礼 白哈巴边防连 驻守在祖国版图的西北角 与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守望相助 十一假期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 让五彩缤纷的白哈巴村 瞬间冰封 白哈巴边防连的巡逻官兵们 从村子中穿过 与蓝天白雪 吹烟木屋上悬挂的五星红旗 构成了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像今年这么早下雪 还是头一次碰到 每年国庆节游客都比较多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加大巡逻评刺 守好边防 让人民群众好好过节 虽然这里很远很远 但是景色真的很美 特别是遇到了这里的边防军人 守护在这里 心里很暖很踏实 正是因为有他们在 我们才能万家团圆 祝全国各族人民 节日快乐 边防有我在 请你们安心过节 西藏茶余县竹瓦根镇 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 海拔高差大 垂直气候特性明显 驻守这里的西藏 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 竹瓦根边防连 担负着百余公里的巡逻线 海拔四千七百五十米的 四十四号戒碑 是该团最高的一个巡逻点位之一 国庆期间 这个边防连的官兵 踏上巡逻路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在巡逻队里有四名女兵 这也是他们首次踏上 边防巡逻路 他们用脚步 仗良祖国边防线 我们所走过的地方 都是祖国的领土 那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用青春甚至用生命守护的地方 那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祖国领土 我们在海拔四千七百五十米的 边防线上 祝福祖国繁荣誠 祝福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今天是中秋国庆假期的第六天 在这个假期 我们有机会到想到的地方走一走 在大街小巷领略了中秋国庆假期 随处可见的中国红 这个假期我们有八天的闲暇 我们奔向高山看到了挺拔的苍翠 奔向大海看到了无边的蔚蓝 我们拥抱希望的田野 在丰收中看到的沉甸甸的金色希望 看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 这个假期中秋国庆和亚运 经历了一次美好的邂逅 见证了中国假期的多姿多彩 这个假期您可能没有时间陪家人去玩 因为工作需要还在坚守岗位 但我们想说你的假期颜色也是最美的 今天的多彩假期活力中国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 下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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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